也要來看到 阿嬤看到自己的店面 自己的家 現在因為地震的關係 接下來可能整棟都要拆除 這心情真的是大受影響 這是在花蓮當地 擁有60年歷史的鋼管紅茶 其實在4月3號這一天 就因為牆震的關係 已經出現毀損了 但這家人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當下是選擇 自己進行補牆作業 但沒有想到今天凌晨2點半 又來了 兩次都是規模6以上的牆震 而且就在對面 眼睜睜的看到 富凱大飯店出現青島 所以呢 已經是圍樓的鋼管紅茶 也只能被迫撤離 深夜花蓮玉震不斷 導致兩棟建築青島一米男子 心急的向搶救的人員呼叫 因為他的奶奶還在屋內 我們這棟樓上面還有人 對啊 還有幾個人 一個現在目前就我阿嬤 一個在樓上 為富凱飯店前的鋼管紅茶 阿嬤地震時來不及下樓 還好孫子及時趕到 消防人員趕緊將人救下 當過紅茶阿嬤 似乎被強陣嚇醒 雖然沒有受傷 但救護人員 還是將阿嬤預防性送醫 當過紅茶老闆娘住在這棟明宅 來月初強陣來襲就已經受損 但無奈無處可去 只能補強繼續住下去 這次處處長也表示主要結構 都還算完整 但如今覆蓋大樓發生青島 還是被迫得要撤離 老闆簡單收拾一袋 重要物品離開時情緒更是軌題 老闆高齡87歲 因為災情被迫 東奔吸走 不止醫生經營的店沒了 連居住的家也得重新找了 記者下午院水利行八點掃報道 10月18日